你像他妈那些货吧 真的说 你说推动社会的进步 点滴的进步啊 不要革命 这当然挺好 我谁他妈愿意要的 当然尽管我对革命 没有什么恶感 但是暴力的东西 因为革命有和平的革命 有暴力革命 就是咱不说革命或者改良 无论是革命或者改良 你改良如果里面有他妈 很多的暴力镇压 很多的这种血腥 就像当年清末 六君子蝶血菜市口一样 那他们也不叫和平改良 对吧 就是说 无论改良或者革命 都希望在一个相对来 平静的过程当中进行 都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的民众 少付出代价 让这个民族少付出代价 对吧 那就是无论民族或者改良 都希望是和平的 你要想呢 做到和平的改良 这个社会呢 就得需要点点滴滴的推进 就像王可行先生那样 用自己的一支笔 不断的去写 不断的去揭露 他没有去唱战歌 而且他也没有说是 就是整天就骂共产党 批共产党 他就是一点点的事情上去入手 点滴的推动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有他的一定的条件 就是说这个社会 那个时候还稍微有那么点宽松的气氛 记者那么写 当初还有过焦点时空 对吧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之类 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可以点滴推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但不管如何 就是对这样一些 这个社会 对这个政权来讲 你不一定整天去骂他 但是他做错了 你应该勇于去批评 你可以不批评 你可以沉默 但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不能他妈的对那一帮 勇于发声 勇于批评监督的 勇于行使自己监督权的 勇于追求自己民主自由权利的人 朗潮热讽 凸显自己他妈的智商 凸显自己那种装逼 知识之高雅 所以说我其实反的是 反感的是他妈这样一些人 说自干物也没问题 说因为我出于自己 这世人生活状态 我觉得 这个社会还不错 我还不希望那个乱 我就希望稳定一点 那当然怎么达成这个稳定 是不是一党专制 就能够一致维持稳定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探讨 对吧 但是有些蠢货呢 就以为他妈这帮民兜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主张要追求自己的 自由民主权利的人 是这些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或者这些人成了社会不稳定 对面 我说这就是 非常的愚蠢 所以如果一个人因为 因为基于恐惧而不敢说 这都可以理解 谁都恐惧 谁不害怕 对吧 我不相信像那种 就是像被他们讽刺为 这个表演艺术家的这个啊 这个话用 他不害怕 仅仅是为了秀 秀害怕 表演 我相信他是害怕 所以他在逃 对吧 逃不得逃得了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刑事犯罪 对吧 需要全国协查 然后发通缉令 所以这种情况来逃 没什么问题 恐惧也很正常 所以说呢 基于恐惧呢 我可以表示沉默 对吧 觉得屁股整天 一般来说的自己的恐惧 一般来说的屁股各种知识 他妈的洗地或者辩护 说中国应该就是怎么着 驱赶他妈低端人口就是对的 对吧 美改炉就是为了解决 他妈空气污染的问题 我操 空气污染源头有好多种 美改气也不说不可以 但是你能不能做个充分的调研 了解那些老百姓的苦难 不能说动物就把人造给砸了 就像他们鬼子进村一样 不应该吧 就是这件事即便该做呢 该不该这样做呢 那帮他妈存活 他妈根本就 就没有任何的什么点良知 没有点任何的人性为难 他对那些人 在大冷天被驱赶上街头的人 毫无同情之心 他就说这是对的 即便这件事是动机是对的 那么手法上是不是可以批评 这样的手法对不对呢 这些是不是可以批评 如果说因为批评让执政党 统治集团 能够改定自己的执政方式 让他们越来越亲民 越来越开明 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可以点滴的进一步 就可以出现改良了 那帮自干我们所一再所盼望的稳定和改良 不就可以了吗 有出现了吗 如果说政权用这样的粗暴的方式 进行执政的话 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气 当怨气积累在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形成暴大性的局面 那就是自干我们所梦想的稳定在哪里呢 那还有吗 那么到那个时候出现的不稳定 那乱源是谁 难道就是这帮被迫起而反抗的民众吗 而不是那么统治阶级手 统治阶级吗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害怕出现动荡性的局面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点点滴滴的进步 就得给统治集团施加一定的压力 民众的这种压力 其实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一个改变的动力 人其实都有惰性 一个统治集团 正还有他的惰性 那么民众 这就是说民众的声音 这个民众当然不仅仅是普通的底层民众 而是包括专家学者这样的一些 规官方的民间的力量 的集体的推动 那么正是这次 民间的这种力量 民间的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或者愤怒 抗议 批评 才让这三把火烧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对吧 这样停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说 避免了导致更大范围的民怨呢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 维护社会稳定 就必须督促监督统治集团 让他们能够 在执政的时候 在管理方式上 有一些改进改善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逐步的释放民间的这种怨气 释放这个社会的压力 才不是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 没有出气口的高压光 随着时间的积累 成为一枚巨大的炸弹 因此呢 渴望稳定 渴望改良 那么就不应该仅仅是赞美 仅仅是各种 觉得屁股的这种维护 而是一种批评 带有积极意义的批评 当然不能仅仅是谩嘛 带有一种积极意义的批评 仅仅靠相怨 这个社会是不可能有点滴的进步 对那些质疑 我也是这样 我本身来讲 也是有质疑精神的人 所以我也注意 就怎么样咱们能做到 既能够呵护这些质疑精神 呵护那些有质疑精神的人 同时又能够识别出这里面那些 打着自己的幌子 行另外的事情的人 所以我才写的那一篇 关于这种论谣言的帖子 那个场景 我不会指责那些沉默的人 对吧 因为胆怯而不说话 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权利 应该保护自己的家人 对吧 首先安顶好自己的生活 尽管政治 是关乎了人们最根本利益的东西 但是生活中又不能仅仅只有政治 把自己生活安顶好 乃至不在微信上浪费很多时间 去在线下多赚点钱 安顶好家庭 这都是挺好的事 因为你让一个家庭免于贫困 让一个家庭过得好 过得安稳 让那个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这本身不是仅仅是对家庭责任 其实也是对社会有好处 我直接反感的是那些什么呢 他们呢 号称是有恐惧 但却不断以各种支持 为这个统治集团的一切行为经辩护 少见他们有批评 更多见的是他们批评那些批评的人 少见他们对这个统治集团开炮 更多的是他们对那些敢于对统治集团开炮的人 开炮 躲在背后放了各种冷箭 秀他们的智商 所以对这些人呢 我是非常的反感 乃至非高度的鄙视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